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二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7.5%。 世界银行预测局主管汉斯蒂默认为,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经济对全世界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 他指出,自上世纪90年代起,可以看到一种转移,即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经济增长开始同发达国家脱钩。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多数年份的GDP增长率都保持10%上下,虽然今年第二季度降到7.5%,但仍远超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 可是,中国也面临着一些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例如房价需高、物价飞涨和泡沫经济。 对此,蒂默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以满足民众的需求。 我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存在不平衡,比如过高的投资率,过高的房价,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重视。 金融领域,国有企业也都需要改革,所以中国国内面临很多挑战,人民有很多期望,中国需要很多改革。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们往往把中国看作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 尽管现在中国经济开始降温,但其对全世界的影响依然随处可见。 比如,全球近三分之二的投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超过一半来自中国。 世界银行的蒂莫说,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全球经济发展战略做出贡献。 我们期待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思考全球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他们本国的方案。 比如,全球气候问题,发展中国家需要从自身状况出发,把全球利益列入议事日程。 世界银行预测局资深经济学家,全球发展地平线报告主要作者,莫里奇奥·布索罗也表示, 通过对人口、科技等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很多发达国家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 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依然保持年轻,劳动力充足。 在科技创新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 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完全依赖发达国家。 尽管如此,蒂莫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战略中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的增长并不相衬。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领导力和提供全球性解决方案方面, 还远远落后于其经济发展。 有的时候,这会变成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现在距离中国发挥领导力,还相去甚远。 我认为其部分原因是发达国家害怕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 美国之音记者静水,华盛顿报道。